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去拿啦 最新天天向上没有他和大张伟 多了两个女主持 准时准点看完10月24日播出的天天向上同学请举手 恐怕没多少人会锁定在电视机旁 因为这个时刻有的在玩耍还没有回家 有的已经吃饭后早去睡觉 有的手机直播准备买买买 各种情况都会发生 就是不会打开电视机看天天向上 这不是说明节目不好看 而是说明节目失去了吸引力 看不看都行 首先,节目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了 其次,主持人从最初的天天兄弟变成了今天汪涵一个人 王一博大张伟都成了嘉宾 没有主持人正就无法主持节目 最新一期王一博大张伟同时缺席 弹幕网友都着急了 明明是冲着王一博来看节目的 结果没出现 那么所有网友都在发问 王一博去哪了 大张伟怎么也没来 难道他们以后会弹出这个节目吗 还是在过渡时期开始偶然出现 既然不是主持人不一定非要出现 既然是嘉宾也不一定长期出席 所以最大可能性就是进行重新安排 汪涵知道我们不知道 只可惜官方没有解释 汪涵本人也没有说明 前锋退出天天向上 汪涵没有任何的表态 王一博大张伟缺席 汪涵也没有解释 倒是有一点非常新鲜 节目一开始就有声音大喊 有请节目主持人汪涵 原来这话不是这 原来是这么喊 有请天天兄弟 王一博大张伟缺席 倒是多了两个女主持人 梁田和刘涵有意思的是两个女主持人是专业主持人 却没有和汪涵一起主持节目 还是以嘉宾的形式出现 芒果自己派来的嘉宾 作用是带着邀请来的嘉宾 活跃气氛 两个女主持人搞笑的功能蛮厉害哈 王一博缺席天天向上 但多了两个女主持人 只是出镜身份有点尬 有没有想过另外一幅画面 那就是刘涵和梁田分别站在汪涵的身边 三个人一起主持天天向上 这是不是很惊喜 这可以改变天天兄弟的历史 以后就不是兄弟团 而是天天向上一家人 这是不是很刺激 难道刘涵和梁田来就是小心翼翼的是谁 原来还是高端礼仪传播的严肃综艺 后来变成了插科打混的娱乐综艺 卧底和伪装者的游戏都快玩土了 还是没有新玩法 不是美食就是旅游 还是最近播出的比较好 因为都是爱国主义题材的正能量内容 宣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这才是天天向上节目的初心 不要总是纠结看王一博 王一博同学和天天向上也没有必然联系 那么只能说王一博从天天向上毕业了 当初来天天向上就是实习就是学习 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从菜鸟变成顶流 炙手可热 当人不让 所以恭喜耶博 天天向上真的见证了王一博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王一博 感谢汪涵哥哥一路的照顾和陪伴 酷盖毕业快乐 希望酷盖能越走越远 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天天向上天天下跌的收视率 自从某个时候开始天天向上收视率就一天不如一天 无法成为周日综艺第一名 也无法和快乐大本营对标 更失去了当年湖南卫视王牌综艺的美誉 这才是值得节目组思考的地方 王一博为节目收视率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那么接下来就是制片人汪涵 需要创新节目新形式的启航 要 перем顶了富一战 ems羽 依了 未须辩合 不 걸로 不 나오는 看 jo 订